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9月28号 现在是北国冬过时间上午11点 波斯顿今天有雨 我们如约来到了1091号 我们来参观一个归于二城的公寓房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下雨 我们没有办法去街道去参观 我们把大致街景给大家展示一下 目前这个工地的项目叫PESOL 12 是一个大型的项目 然后有吃喝玩乐一个高层建筑 建成以后在这一块呢 就比较防滑热闹的中心地带 然后在我的前面是波斯顿的 博克利音乐学院和波斯顿的音乐学院 左手边有波斯顿的音乐大厅 往前走是Newbury Street 往前走就是波斯顿最好的社区 叫Back Bay 然后有纽布里大街 Protential Square 然后往右边走是芬威地区 芬威地区有芬威球场 是波斯顿最牛的红袜队的赌场 然后我的右边有波斯顿的美术馆 波斯顿的圆艺博物馆 所以这个地方是出于波斯顿中心之中心所在 我们现在进去那个1091号二楼去参观 这个房子是砖头结构 它建于1900年 然后现在保存得很好 专业的公司在进行管理 我们今天看的房子是Unit 26 二楼26号应该是 对这里有电梯 因为是二楼 我们就直接走上楼去参观一下 这个房子因为周边是学生 所以呢非常好出租 作为投资方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之地带 通过二楼这个大厅呢 我们往前走走到那个镜头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26号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参观的房子 房子还不错 进来以后 进来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完整的卫生间 它带有浴室和厕所 往右边走 往右边走是它的大厅 这是它的储藏的柜子 一柜 大厅有两扇窗 窗户的面积很大 比较明亮 房间的高度也很足够 然后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吊灯 再往前走 我们就看到这个房子的厨房 厨房里有一扇窗 然后呢 有冰箱 炉子 和洗碗的Sink 橱柜 是白色的 橱柜背后有瓷砖 保存的挺好的 地面是地砖 这两个房子 这两扇窗户的朝向应该是 东北 然后我们继续看它的 bedroom bedroom有三扇窗户 由于今天下雨 所以光线不是非常好 但是呢 它的窗户的通风物呢 是足够了 然后空间高度也是足够了 它采取的是 这个水暖式的取暖 整个房间是用 木头地板 石木地板 保持 保持得还不错 整个报价是 45万美金 然后它的月租费 420块钱一个月 包括热气 主要的保险 热水 以及除渣 蝉血 原液 基本上 狼活的大部分的费用 这个房子的税 在2021年的税率 应该是4300块钱一年 作为投资房来说 这个房子的确值得考虑 它的空间应该是属于公共区域 所以呢 不在这个房间里面 不在这个房间里面 的确是交通方便 因为我们从窗户往外面看 就是马赛 朱塞的大道 对面就是 纽布里大街 和伯克利音乐学院 关上窗户 关上窗户 听到一些噪音 可能是现在工地 还在建筑的过程中的原因 房子很简单 一室一厅 一位 一个厨房 然后它的管理是用 对讲机进行管理 如果有客人 可以通过这个 对讲机进行 联系和沟通 专业管理公司 对这个房子进行管理 然后它有电梯 这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 是1091号 Boystone Street Unit 26的整体情况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和疑问 你可以跟Fly Home的 安静随时保持联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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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